去年中国知名人士辛子玲、戴琴、铁流等人发起了签名活动 并且拟好至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 要求尽快出台新闻法和出版法 经过几番波折 公开信被封存冻结了一年 今年中共两会之前 公开信再次被提了出来 代表这1400多名离退休老干部和老新闻工作者上书的作家铁流 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 下面就请一起去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四川作家铁流是一名老记者 1957年反右时被划为右派 这次他代表各界上书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 他说如果没有新闻法和出版法 作家记者没有自由 当局随便就把你抓来关起 根本出不了书 更不可能用手中的笔 去鞭挞社会的黑暗与街市官场的腐朽 也不能监督权利者的为非作戴 和欺压人民的犯罪行为 那个新潮平呢 你知不知道 他当了二十多年之前 他说没有经过任何批准 就被人家抓到未来去关起 觉得这个新闻需要立法 出版要立法 我们国家直到今天 共产党整天 留13年了 到现在还没新闻法 没有出版法 所以这个是提不正常的 所以我们作为这个老一代新工作者呢 都直接发出函 铁流说 公开签名的多是新闻界的前人 包括中共喉舌 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的社长 总编辑 副总编等 本来在去年年会人大 我们就要交的 当时就碰上了魔力化事件 当局就认为 这个是跟魔力化是一起的 就把我们这些 做这个事情的让你成价吧 最后呢 大人我们就妥协 说这个是不发表 我们就没有发表 什么一直放了一年 这一次才拿出来 铁流表示 趁两会之际 拿出这封信 也就是发出为人民争取言论自由的一种声音 对两会他个人没抱希望 因为人大代表不是民选 根本不会为民发声 网络作家金楚也认为 两会实际是官僚代表大会 对于北京城在两会期间 调动军警70万人加强警戒 城区要到交通管制 民众不满军警 摆出如临大敌的阵仗 三千人开会 73万人做保安 保护他们这个会议 安全顺利进行 你说这不可笑吗 开一个会需要这么多的 就说明这个会开得太不得人心了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冰 最近在微博提出 三千名人大代表开会 全世界绝无仅有 他建议人大与常委会合一 人数减为300至500人 最好是不要开 最好不要这个啥东西 要叫人大 全部不解决任何问题 一开人大 北京就赌签 一开两会 我们是分为免害 不是免会叫免害 就赌签 都得跟他让道 因为人民代表 你知道吧 好多都当官员 书记 市长 你说你又当官 又当代表 又当民运代表 就合适吧 而且人大是民运机构啊 就不应该又当官员 网友说人代会就是官代会 有网友讽刺 中共官员把子女都送欧美读书 如果欧美国家高校 在两会期间统统开家长会 中共的两会还开得成吗 铁流也认为 每年的两会都对民众加强管控 打压 扰民伤财不说 又不解决任何问题 他建议取消每年的两会 新唐人记者李运 孙宁采访报道 不值得 不值得